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约翰就是约翰福音书的作者 约翰福音是第四卷的福音书 在书里头并没有特别的记录作者的姓名 而仅仅在这一卷书结束的时候 略略的叙述说 为这些事做见证 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 而这个门徒也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也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的胸膛说 主啊 卖你的是谁 那个门徒 二十一章第二十节说的 教会的传统 还有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 靠着主胸膛的那个门徒 就是使徒约翰 从本书的内容 我们可以证明 使徒约翰乃是他的作者 我们可以明白 诸所最爱的有三个使徒 一个是彼得 雅各 还有约翰 那么在这一卷书里头 早就已经说了 彼得不是那个门徒 在二十一章二十节说的 而雅各很早就为主殉道的参考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节 因此能够留下来 写这一卷书的一定是约翰 那么这一卷书很准确的指出来 他门徒的姓名 因此刻意的不提到使徒约翰的名字 而用那个门徒 或者主所爱的那个门徒 或者西比泰的儿子来称呼约翰 使徒约翰他是西比泰的儿子 他的哥哥是雅各 他的母亲是撒罗米 撒罗米是从加利利就跟随耶稣 并且服侍他的姐妹们之一 很可能他就是耶稣的母亲的妹妹 因此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 也可能就是耶稣基督的表兄弟了 难怪他们哥俩 才会请他们的母亲出面 向主说请 求他在他的国里头 一个可以坐在右边 一个可以坐在左边 可能他的家境相当的富裕 父亲是一个大渔妇 也就是来捕鱼的大渔妇 有渔船还有许多的故宫 他也认识了大祭司 十八章十五节 除了在加利利的家以外 似乎他还有一个家 是在耶路撒冷的 那么这一卷书 成书的时候 写完成的时候 很可能是在主后 八十五年到九十年之间 那个时候 前面的三卷福音书 早已经流通在众教会之间了 根据早年教父的传说 使徒约翰的晚年 是在小雅西雅的以福所教会 来牧养那个地方的 那个教会的 他也在那个地方 来教训了许多的门徒 很可能他就在这个时期 写成了这卷福音书 以及约翰一书 二书跟三书的 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 鉴于教会的迫切需要 才动手写第四卷的福音书 当时同一辈的门徒 若不是已经为主殉道 就是已经安睡主怀了 只有留下他一个人 仍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早现在教会当中 虽然已经有一端兴起 我们可以参考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 但是还不至于 威胁到教会的见证 但是到了第一世纪的末夜 教会除了外部面临 罗马政府的逼迫以外 内部也受到了异端 严重的破坏 特别是有一些人 怀疑主的神格 从约翰的书信里头 很可以看出来 当时混乱的一个情况的 所以这一卷书的作者 把他的主旨要义 说得很清楚明白的 经文说 但既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是在二十章的三十一节 所说的 这一卷书叫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乃是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那一位奥秘的神子 他的根源自于太初 他的本质就是神自己 这一卷书一开始 就从以往的勇士 也就是太初来开始说 指出来主 也就是这个道 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 与神同在了 并且他就是神 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的 注意到本卷书里头 没有提到主耶稣降生的事情 也没有叙述他的家谱 不提到他的受试探 这些都要说明 耶稣基督他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骨干 是七个公开的神迹 每个神迹都是要显明 耶稣就是神 第一 在加利利加拿婚宴当中 将水变为酒 第二章第九节 第二 治好大臣的一个儿子 第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 第三 治好了必是大慈的一个残疾的病人 第五章第二到第九节 第四 给五千个人吃饱 用五饼二鱼 给五千个人吃饱 第六章一到十四节 第五 耶稣在加利利海面上行走 救门徒脱离了风暴 第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第六 治好了生来瞎眼的人 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 第七 叫拉撒路从十里复活 十一章第一到四十四节 那么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可以说这卷书主要福音书写成的一个目的 全书都记载了七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 其实主行的神迹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记载 不止这个数目是七个而已 然而约翰选出了这七个神迹 在这卷书的目的 是要教人明白 而且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凡是相信他的 必能够得到生命的 这一卷书又称为见证的福音 因为书里头有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七大见证 第一 父的见证 第五章三十四三十七 第八章十八节 第二 指自己的见证 第八章十四节 十八章三十七节 第三 指工作的见证 第五章三十六 第十章二十五节 第四 圣灵的见证 十五章二十六 十六章十四节 第五 圣经的见证 第五章三十九到四十六节 第六 先锋的见证 第一章 第七节 二十九到三十四 第三章二十七到三十 第五章三十五节 第七 门徒的见证 十五章二十七节 十九章三十五节 二十一章二十四节 另外的记载的 约翰福音里头有讲到七个 我是 在这一卷书里头 有七个众所熟悉的 以我是开始的句子 我是生命的梁 第六章三十五节 四十一 四十八 五十一节 我是世界的光 第八章十二节 我是羊的门 第十章 第七节 我是好牧人 第十章十一节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十一章二十五节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十四章第六节 我是葡萄树 十五章第一节 以上这些我是 都是要表明 耶稣基督乃是神自己 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 信 乃是这一卷书 非常重要的一个字 人如果要领受 并且经历基督做了一切 必须要借着信 信这个意思不是别的 信就是要接受他 相信他 相信耶稣 就是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也就是接受 主耶稣基督 为了我们成功的救赎 我们人是借着信心 将基督接受到我们的里面 而与基督来联合 我们人如何才能够信基督呢 没有其他的办法 那要因着他 把这个恩典跟真理 彰显在我们的中间 这个恩典 就是基督成为人的享受 真理 就是基督成为人的实际 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 我们一定要接受恩典跟真理 这个就是要凭着信 才能够真正的相信 耶稣基督的 约翰跟彼得有些不一样 当耶稣说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这个时候 彼得还要向耶稣所挨进主怀里的约翰 去追求那个秘密 在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又当耶稣被抓的那一页 彼得只不过远远地跟随耶稣 再后来他却站在门外 只有约翰紧紧地跟随 进入到祭司长的院子里头 因此彼得后来竟闹出了三次不认主 这件事情来 可见我们当与主亲近 做主的亲密的朋友 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约翰的开始 也是约翰的结束 而他整本福音的中心 就是以基督是神的儿子做他的基础 这就确定了这卷福音的目的 所以这卷福音书 第二个东西就是要与基督联合 这一个在这本福音里头 很早就提起了 在第一章里头 当你还没有读完隐言以前 他就说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然后就说明那一个关系的性质 是基于从上头生的一个生命的联合 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两个主调 或者两个重点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访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